《若诗经》 大家吉祥 《若诗经》里面 讲到若诗流离江月来 因行菩萨道士发十二大愿 当众第十一大愿讲到 愿我来世得菩提示 若诸有情既学所老 为求食故造诸乐业 得闻我命尊念寿辞 我当先以上妙饮食 饱足其身 后以发味不忌安乐 而建立之 敬仲 讲到尊念寿辞是什么意思呢? 尊念 即用善念善法 去培养正念力 从而去面对世间无常的 事事物物 不避它们影响我们的身心 所以建立心心的清静 和和乐的心恨 受慈 即是尝守着清静的心心 奉恨佛法 拥有佛法 常以善法 大家常念 若诗流离光月来的名号 渐渐渐就培养福德和智慧 福位具足 人生的资粮就是指 人间物资的丰足 人人生活无佛 众善法的教旨 发生的资粮就是指 远离邪见 怜悯贫苦 关怀病患 注重思维的正确 收集菩萨的精神 求长寿得长寿 求福乐得福乐 愿大家福报平安